RUN那個程式,所以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他的那個HELP裡面 他也沒有用那個 OnTrackChange的事件去 去做處理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你變成說比較麻煩,你變成要怎樣 多一個Button 有沒有,多一個Button在這邊 當這個Button點擊的時候,那你再去Check什麼 到底哪一個的那個Check的是 True 如果是True也是一樣,等於是說多一個Button 然後呢他的結果也是跟那個 Radio Button List的結果是一樣 所以我們這本書裡面你會發現他沒有介紹到 那個Radio Button的那個控制項 其實他也是基本控制項 但是沒有被介紹到,那 理論上應該是這個地方 比較會有問題 那像我之前最早從2.0開始的時候,你會發現ASBDynet的問題非常多 因為呢他的相容性很多問題 3.0好一點,4.0我發現到現在 大概就這個地方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另外剛剛有同學有提到那個 那個 比如說點擊這個上面 那兩個之間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可是我點的這個東西,你兩邊 如何做什麼呢 做同步 點的下面 上面要改變 點的上面下面要改變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想這部分呢 請各位也試試看 那這個部分 Radio Button 部分的話 也試試看 我想這個地方 或者是說我們暫時這個地方 就大概了解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 稍微 這個有空在做測試好了 這個我也在做測試 看看是不是 OnTrackChange是不是 會挑瀏覽器 或者是有相容性的問題 這部分我們再看一下 OK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類似像這樣 因為剛剛點擊上面的時候 下面不會同步 可是如果是 你很多地方是 必須要同步的 你不能說我這邊 動了 可是其他地方沒有跟著動 比如說點了上面的這個 Jow Down This 第二個的話 那他的index 改了之後 那我要同樣的也更改下面的index 點了他之後的話下面要跟著更改 對不對 那其實 在這個地方的設計也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這個地方 剛剛同學的 想法是這樣 他是這樣 那就是點了他之後呢 那他 就想要怎麼樣 再把他點 等於是說再觸發他一次事件 然後再讓他跑一次 可是這樣其實太 太麻煩了 不是這樣做 特別是其實如果